我的判断是7月份降息的机率比较低 除非是有重大的消息出现 不然的话大概都会等到9月 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这个领总会 每一季它才会公布一次SEP 那这个SEP来讲它会有更多的一个新的资讯来做决策 二方面就是说我们最新的失业率劳动市场来讲 这个2025和2026年的失业率是有比原来三月份预期是来的高一点 但是最好我们可能要比较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风险意识提高的情况之下 那有可能对于目前偏高的股市来讲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效果 毕竟美国的主要的股价指数比创价格新高 那像可能台湾很多投资人都津津乐道在投资的这个回答NVIDIA 当然AI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也不能否认因为现在目前回答NVIDIA 它确实是有一个独占全球的一个市场的立即在 可是涨那么快 会不会是一个资产泡沫化的一个情况呢 那现在当然就是有几个变数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说美国总统大选出来的结果 是比较符合一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希望的话 那美元当然还是维持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目前来讲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 那看起来就是 The Governing Council today decided to lower the three key ECB interest rates by 25 basis points Inflation has eased substantially from a peak of 7% to 2.7% but is still too high We are strongly committed to returning inflation to our 2% goal in support of a strong economy that benefits everyone Today the FOMC decided to leave our policy interest rate unchanged and to continue to reduce our securities holdings 欢迎收看全球政经周报 美国联准会在美国时间的6月12号下午做出了最新的利率决策 他们是维持这个利率不变 不过欧洲央行其实在率先之前 在上个礼拜就已经先降息了一马 而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不一样 美国的经济表现又如何 我们非常开心透过岳阳视讯邀请到 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邱万钧教授 来为我们解析教授好 小婷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教授我们知道这个Bauer在谈话当中 其实透露了蛮多的讯息 那这一次先来谈谈就是他们为什么继续维持这个利率不变 是真的和经济强劲保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吗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指标 包括CPI虽然它有逐渐下缓的趋势 而且是比4月份的CPI还要下降 可是无论是从CPI或者是核心的CPI 或者是所谓的PCE来讲的话 其实联组会并没有看到一个可持续的下降的情况 那如果我们再从劳动市场的这个角度来看 那5月份这个劳动市场大概增加了27.2万的非农的就业工作机会 那远远超过经济学家所预估的18万左右 那虽然失业率小幅的从3.9%上扬到4% 但是这个也是属于联准会他们可以容忍的预期的范围之内 那另外就是说从6月12号所发布的数据 CPI是较前一个月为持平较去年上涨3.3% 然后这个增幅是比起4月 月增幅3.3%和年增3.4%来讲都是低于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期 而且可以说是2022年7月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值 那特别是能源价格汽油价格的下跌 进一步压低了这个CPI的数值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值呢 其实上并没有到达一个林总会 他所希望到的一个目标的区间 所以联组会的官员 他把将这个通货膨胀率降到2%的这道路 他形容所谓帮平颠颇不平的这种路途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美国的CME Fat Watch 它的这个数字呢 市场预计在美国联组会9月份 在这个要开始降息的几率呢 就开始上升到69% 那比起前一天的53%是来得比较高 那另外联组会之所以还要维持高利率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是通货膨胀这数字当中呢 特别是这个住房的指数呢 其实还是属于偏高的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劳工统计局的这个资料来看 这个住房指数呢 它上涨率是5.4% 虽然叫4月份是有点放缓 但是呢还是属于这个偏高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对领总会来讲 一直希望这居住类租金进一步放缓 然后随着这个租金空置率上升 那最后可以达成CPI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能够控制下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租金或房主的这个等线 所以这个消费者物价的指数呢 它在月的这个上涨率大概是0.4% 那跟4月份是相同 那此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公布的CPI的下跌来讲 主要是受这个汽油价格下跌的这个影响 所以呢 这个是让CPI能够获得一些控制 另外呢 那食品的价格上涨的幅度也有所控制 大概就是年增率来讲是大概2.1% 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高的物价膨胀的来源 就主要是医疗保险这个部分 那因为这个地方还是属于比较高的情况 所以联总会它维持利率持平 其实是跟反映了美国预期的总体经济来讲 它大概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情况 那像刚刚教授提到那几个就是通膨树 的数据后面的那些细项的部分 那这三个关键的细项都还是维持上涨的情况 这个趋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改变呢 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能源价格来说 其实能源价格它比较是有这种季节性的变化的一个情况 那通常现在经济学家比较担心的是 今年8月份可能能源价格又会有一波的这个涨幅 所以大概就是说如果地缘政治的风险降低的情况 再加上经济比较趋缓的话 能源价格它同样就是可能会比较持平 另外就是说租屋市场来讲 毕竟现在租屋还是很热门 而且因为美国现在来讲 它的自由住宅率它可能就是已经比较偏高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租屋市场 因为房屋的供给大概就是上来之后 它能够对房价和租屋的价格 它能够有所压抑 那所以我想通货膨胀能够获得控制 但是大概就是到今年下半年 可能9月10月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会有更明显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当联总会它要考虑到就是说 劳动市场的这个问题 因为放缓经济一定会伤害到劳动市场 那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市场目前来讲 并没有重大的风险 但是呢 因为美国的劳动市场 其实是现在有首相两极化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 大概新开的这些工作机会呢 多半是还是以服务业为主 那至于像科技产业或者比较高品质的一个工作机会呢 因为现在有比较高的科技的辅助 高科技的要求 所以好的一个专业的工作 好像机会就变得比较少 对于年轻世代来讲 他们在劳动市场可能就比较辛苦一些 我们有意义到其他人的工程 比较高的预算 是高兴议计划 ig将决定的高兴计划 对于年轻世代的高兴计划 因此至于轻世代的高兴计划 我们没有用到2% 所以这次年 这段时间的确计划 我们没有用到2% 那么大离计划 但是在今年轻世代的高兴计划 有更加价值的观看 而在年轻世代的高兴计划 而是渐渐的 以后果然有可能 未来更加强力运 我們需要看到更好的資料 去承諾我們的信心 因為我看鮑爾他有在講到 就是他在這個記者會上面 他有特別提到說 其實這一次的通膨數據 是比今年年初的時候 表現還要更好 但是他們現在還沒有足夠的信心 認為說通膨能夠快速的降到2 所以還是要看未來 再進一步的數據來看 所以這樣子的話語 是不是也呈現在這一次的利率點證圖上面 因為我看這一次的利率點證圖 好像跟上一次的預測又有非常大的不同 是的 這次的利率點證圖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們的這個預測範圍來講 是比較更集中一點 而且其實是屬於最多派的官員 大概也都是預測今年大概就是 減息大概兩碼左右 那跟以前最多就減息到3碼 這個情況已經是不太一樣 那但是當然2025年這個降息的這個次數呢 可能就是會增加 因為這次可能就會認為 2025年的降息的中位數大概是4次 跟比前一次的預測多一些 那這個原因其實就是說 聯種會的官員認為說 美國的經濟目前還是屬於比較強勁的一個情況 那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看到 馬上降息的一個需要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目前來講中位數來講 有8位聯種會的這個 IFOMC的成員認為今年會降息兩次 7位是認為降息一次 那4位是認為不會降息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說 因為7和8其實是很接近 所以就是頂多大概就是降息一次到兩次 所以這個情況下來講 可能就是說今年降息跟原來預期並不是那麼的一致 那另外就是說通貨膨脹 他這個問題一直都是遲遲的難以做一個根本性 而且可以持續性的一個解決 真的對聯種會來講 他們在做利率決策的時候 事實上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量 我們要求他們寫下一個最可能的一項 所以他們做了 我認為你所說的 有15個的19個 都在1至2個 所以我認為我會視乎每個人都很可憐 所以我認為這會告訴你 什麼委員會覺得 但每個人都會認同 是它會有資料依靠 教授 因為我看這個兩個利率點證圖的比較 其實在上一次的利率點證圖 大家認為降息的幅度比較多 而且大概就會降息三馬左右 可是我看到這一次SVP 是把這個最終的這個中位數的利率 往上提升了 百分之零點五就是大概兩馬左右 所以代表說這一次大概就是今年降息一馬 差不多是這樣 可是看起來明年的降息幅度 就變成是有到四馬這麼多 就少了百分之一 所以降息幅度好像在明年的部分是增加的嗎 是的 降息幅度目前來講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說當維持比較長期的高利率的情況之下 經濟放緩的情況會比較明顯 那目前來講2024年美國的經濟表現 而且雖然是比起2023年年底時候所做的預測是比較差強人意 但是也並沒有到達衰退的一個階段 所以就變成說聯總會的官員沒有看到需要利息的一個必要 那但是呢我們知道一個利率政策它有一定的延制性 那如果這個高利率的情況下來講 那我們可以想像到2025年可能經濟的情況就相對來講比較疲弱一些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這個降息可能會延後到2025年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一點 就是說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因為我們可以回想一下 在2023年年初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說2023年大概經濟的成長率是多少 但是我們實際上看2023年的經濟成長率也是超乎大家的預期 所以有時候這個變化的速度其實是蠻快 所以這個聯總會他們在這個調整的過程當中 他必須要觀察收集更多的資訊 但是呢這個政策的路徑雖然大概是方向是一樣 但是他的路徑可能將會稍微做一些調整和改變 if the economy evolves as expected the median participant projects that 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the federal funds rate will be 5.1%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4.1% at the end of 2025 and 3.1% at the end of 2026 因為畢竟聯準會他一直希望說通貨膨脹是一個可持續的sustainable的下降到2%的目標 那不見得要到達2%的目標 但是就是往這個目標是可持續的下降 他們才會做一個調降利率的一個動作 教授那進一步這一次有發布這個SEP就是經濟預測栽要 那他們有對於今年跟明年有做一些預測 那是不是這兩年有一些很大的不同呢 這個SEP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 可以看出來聯準會他整個決策的時候 他的經濟的數字的一個考量 那我們可以看到今年來講 這個聯準會預期他的GDP成長率大概還是維持2.1% 那失業率還是維持4% 不過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這個現在目前美國的失業率還是就已經到達4% 所以是不是能夠繼續維持這種低的失業率 這個還要時間去驗證 特別是美國經濟有放緩 我們認為政策是限制的 而我們認為最後一刻 如果你只設定政策在限制的程度 後來你會看到經濟的硬性 所以這總是有一個想法 我們一直在提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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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比較有趣的是 聯準會他們的共識是認為 無論是從PCE來衡量 或者是核心的PCE來衡量的通貨膨脹 確實是比3月份所預期的是來的高 那雖然在2025和2026年 這個長期的一個通貨膨脹率是會有漸漸下修的情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大概要到2026年它才會到達2% 那這個速度其實是比原來聯準會預期的速度 是來的慢一些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最新的失業率 勞動市場來講 這個2025和2026年的失業率 是有比原來3月份預期是來的高一點 但是這好在是在所謂的經濟成長率 或GDP的成長率來講 事實上是並沒有太大的一個變化 也就是因此原來預期的Fed Fund Rate 就是說聯邦資金利率 現在來講2024年是比原來預期的高0.5% 到2025年的話它大概是高0.2% 也就是說這種比較維持高利率 高政策指標利率的情況 可能會維持的時間會比原來預期的來的久 教授因為我看它這個利率點證圖 就是它今年的預測 那它認為說可能會是降息一碼 那在這個PCE跟核心PCE的部分是2.6跟2.8 那現在就是公佈的4月的這個PCE 其實是2.7跟2.8 所以其實很接近它所謂 目前看起來全年度的這個PCE的目標 所以代表說下一次就是7月 就有可能降息一碼嗎 還是說那個7月還是要看6月底公佈的這個PCE數據 還是說它可能還會再多觀察幾個月到9月 才會做出降息這樣的決策呢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的判斷是7月份降息的機率比較低 除非是有重大的消息出現 不然的話大概都會等到9月 原因是因為我們知道美國這個領總會 每一季它才會公佈一次SEP 那這個SEP來講它會有更多的一個新的資訊來做決策 二方面就是說我們講說從6月到7月其實時間還是很短 那這並不符合聯準會的立場 就是他們要看到可持續的一個通貨膨脹的一個控制的情況 那可持續大概就是至少要有一兩個的資料點 足以支撐原來他們所相信的事情 所以我想大概聯準會還是可能會覺得說這個事情可能就是釋緩則緣 等到有更多的資料他們在做這個比較降息的決策 所以因為美國是11月要進行大選 所以教授認為有可能這個整年就是今年下半年只降息一馬會再選前嗎 這個要看聯準會到時候在9月份公佈的這個資料的情況 是怎麼樣 那當9月來講它的機率可能又比7月來的高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9月份聯準會會公佈SEP 那有公佈SEP的話它有這個資料 多半它就比較多的證據去支持它的一個做政策改變的一個基礎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聯準會很忌憚說他們淪為哪一個政黨候選人的拉拉隊 雖然就是說任何的執政團隊它都會希望說中央銀行體系能夠配合這個利率政策可以配合他們的執政 但是畢竟來講這個中央銀行體系還是要維持它一定的中立性 所以我想應該不至於說拜登政府他用自己的這個力量去明示暗示 就是聯準會在選前儘早的去降息 因為畢竟降息一馬 它這個在經濟上來講它的宣示效果是比較大 但是實際效果可能還是有限 所以這個我們可能還是靜觀其變 但是至少聯準會的官員他們有一個比較多的共識 就是說大概今年是降息一馬到兩馬 所以大概就是說在今年結束之前我們會看到利率可能就是會調降0.25%或0.5%的情況 什麼是你的信息給美國人看過的信息 所看到美金的信息但不覺得很好的在這個經濟 我看不認為有人知道 為什麼人們不太開心在這個經濟 我們沒有告訴人們 他們應該應該覺得或覺得在這個經濟 那是我們的工作 你們會有什麼他們都會學習 所有人都會學習 這可以指出的信息 我們有一個經濟的經濟發生 教授因為在那個記者會當中 我有看到記者就問到說 美國人對於他們經濟的信心 其實是比較偏向悲觀的 好像跟央行的樂觀是不太一樣 所以在利率的部分 如果在選前降息 是不是會對於拜登的選情 是有幫助的呢 如果不考量說拜登他有沒有認為需要 就是如果真的這個降息 是在大選之前 對於這個選情是有幫助的嗎 當然任何一個寬鬆的貨幣政策 對於執政黨的候選人來講 都是一個吉思雨 特別是這個利率調降來講 他對於資本市場 就是無論是債市股市來講 他有相當的激勵效果 也就會產生這個財富效果 但是剛才小玲講到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一般的百姓 他感覺不到 好像是美國經濟的一個樂觀的情況 那這個其實是有一個原因 因為美國的經濟在2022年 這利率急劇的往上調升之後呢 回顧過去的資料 就是利率幾乎就是在半年多的趨勤之內 調升了5% 那調升那麼多利率之後 對於資產所有人 包括這個債券 或者是存款 或者是投資股市的人 他相對來講是比較有利 因為他們是有資產的人 那他們可以從這個資產當中 獲得比較高的報酬率 那當他們獲得比較高的報酬率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可能就會拿去做 比較高端的一個消費 那相對來講 比較沒有錢的人呢 他屬於是借款者 因為高利率的情況之下 他有比較沉重的一個債務的負擔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高所得的人和低所得的人 在美國其實變成是兩樣錢 當我知道說這個議題在台灣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謂的年輕人 特別年輕世代 一直覺得相對剝奪感 所以在台灣才會有 像跟著柯文哲一起跑的這些小草 但是其實這個問題是 幾乎是全球性的一個問題 因為有資產的人 他可以從資產當中獲得比較高的報酬 然後從這個報酬當中 他可以去做比較好的享受 那沒有錢的人 他就是沒有錢 他還要借錢 那他的負債的負擔變重了 所以他會對現實不滿 也就是說為什麼會有兩樣的錢 還有部分原因是媒體的渲染 因為我們可以回想 其實有一段時間 台灣這個報新聞 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從這個什麼 所有的價格都漲 就是薪水不漲 然後就開始罵這個職政當局 我想這個其實是沒有必要 因為事實上這個物價上漲 都是長期來講 就是一個自然的一個現象 只是上漲的速度快或慢而已 那這個都是一個科學 可以驗證的一個情況 那並不需要說用這種媒體 或者是一般大眾 就是用自己的感覺 好像是把自己的情緒 也掺雜這種偽科學的一些東西 放在這個中共政策的評論當中 這個可能就是大家可以 去學習更理性的判斷一些事情 但你最正的情況 我們看著什麼 其他人看見 增加金融的壓力 更加低的貨幣的人 我們可以做的最好 是擁有很強的工作的經濟 我們認為我們也做了 最後是控制了負責 因為那些人經濟的負責 很直接的痛苦 我們控制了負責 之後的負責可以降低 這也會更加增加 我看前陣子在五月底的時候 美國財政部有對兩年期 五年期跟七年期的公債進行拍賣 可是拍賣的結果 其實比大家想像的還要差 就是這個需求比較疲弱 所以這和美國聯準會 不斷延後降息的 這樣子的動作是有關係的嗎 是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說 美國中央銀行體系 維持高利率的情況 其實是有相當長的 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已經相對來講 就造成美債 他其實要賣其實是很難 而且我們當美債的利率提高之後 美國政府他相對來講 他要負擔的負債的成本 就是比較高 因為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美國政府的發行的債務來講 平均的利率資金成本 大概已經3.8% 3.9%左右 那比起大概兩年前的話 他們都已經上漲了 差不多2.5%左右的水準 那2.5%來講 民邦政府他總負債金額 大概32兆 33兆美元 那我們就用簡單數學來算的話 這33兆 乘上0.25% 那一年他要多付多少利息呢 所以也就是變成說 美國中央銀行體系一直拉高這個利率來講 事實上不光是民間的負債 大家受不了 那像這個美國的不動產的貸款利率 最近是比較下降一點 但是還是很接近7% 真的情況下來講 那到美國的聯邦政府 他的資金負債 資金負擔這麼重 當然歐洲央銀行已經降息了 那不過因為每一個區域 他的這個通貨膨脹的情況不太一樣 所以美國的央銀行體系是不是 會討論到說 美國財政部 他的負債的這個成本的情況 那這個可能就是說 他們在做利率決策的時候 其實應該也要一起討論 那有可能在什麼時候會反轉嗎 一定要到聯準會降息嗎 還是說這個財政部 他們所估算出來這個利率的負擔 也會是他們小小考量的因素之一嗎 在這個聯準會他做任何的決策的時候 他在討論兩個方向 一個是勞動市場 也就是說就業的情況 那勞動市場最主要討論的就是失業率 另外一個就是通貨膨脹率 所以他們其實並沒有考量到說 至少在表面上他們所講到的 是並沒有考量到說 聯邦政府他借款的這個資金成本 但實務上來講 這個財政部跟聯邦儲備理事會 其實他們都還是有一定的溝通的管道 所以這個我想大概財政部應該還是會將這個情況 跟聯準會去做一個說明 況且聯準會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 是公開市場操作 open market operation 那他們也會觀察這個公開市場利率的情況 所以他們如果發現這個利率有點高到說 這個超過聯準會所希望的一個區間 或者利率突然有大幅的這個上漲的情況之下 聯準會應該還是會做一些其他的非利率的一些 貨幣市場的操作來維持這個資金的供給 facing 2020 貨幣市場 rabbits 対供利率額 所以这些是关系的 企业实在不控制 教授你看最近的这个美国公債殖利率 其实有一些些的下降 可是它要大幅的降下来 是不是真的要等到美国联准会降息呢 不一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殖利率 它其实是某种程度对市场利率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当市场逐渐从联准会官员的口中 嗅到一些降息的一些气氛的时候 他们通常就是市场投资人就会先做一些反应 因为我们知道说市场投资人 他在做决策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目前所有的资讯去拆 去预期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货币市场是如此 资本市场也是如此 债市是如此 股市也是如此 因为大家都是看对未来的一个预期 来做一个决策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到 这个联准会进行降息的情况 但是他们会从联准会官员的治理行间当中 去寻找一些蛛丝马鑫 然后市场就会有一些反应 那像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其实还会影响到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美元的走势 那其实这个利率政策它到底是升息或降息 会是美元指数到底走强还走弱它的一个变数之一 那目前看到就是它维持利率不变 可是有可能在9月会降息 那它美元背后一篮子的这个货币 其实欧元已经欧元区已经降息了 所以欧元可能会走缓 那日元虽然央行介入干预两次 可是看起来一样是疲弱的情况之下 所以未来看起来美元还是会 在下半年是依旧是走强吗 美元走强已经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货币价值 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循环性 那不管目前这段期间它走强的情况是多长 但慢慢最终它还是会有循环到走弱的一个情况 那现在当然就是有几个变数了 第一个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说美国总统大选出来的结果 是比较符合一般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个希望的话 那美元当然就还是维持比较强势的一个情况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地缘政治的风险 那目前来讲因为联合国安理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 那看起来就是中东的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 有一些缓解的情况 那当然现在目前来讲 全世界最关注的另外两个地缘政治的焦点 还是在乌俄战争这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台海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的风险发生的情况的话 那美元走弱其实是不会意外的 教授啊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的经济看起来是很强劲 可是背后有没有什么隐藏的危机 是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的吗 经济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说是如果在自由经济的情况之下来讲 它是会有一个循环性 那也就是它一定会你走高了久了之后呢 它慢慢还是要趋缓来休息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消费支出呢 这几年它确实我们看到它是相当的这个具有韧性 但是几个重要的关键啊 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慢慢出现疲软的情况 譬如说储蓄率已经达到16个月来的最低点 因为大家已经慢慢的把他们在疫情期间所累积的这些储蓄 慢慢消耗殆尽 那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信用卡的石油率上升 那像有一些大型的零售商 譬如像Walgreens或者Target 他们也开始慢慢降价来吸引一些消费者 因为消费者现在来讲对于通货膨胀来讲已经是非常的困扰 然后对于消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疲弱的一个情况 我想最大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这个几率并不是那么高 就是说因为通货膨胀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打下来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这经济成长 特别是消费发生的疲弱的情况 那会不会因此就发生 产生这种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危险 也就是继续的高通货膨胀 但是也有低经济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美国第一期的GDP 它的成长率是1.6% 然后比市场的2.5%来的低 而且这个低于市场预期的幅度 其实还是相当大 因为我们在考量说 在2023年第四季 它的GDP成长率还有3.4% 所以美国看起来就是说 它的经济放缓的这个速度 事实上是好像是比原来预期来的快 也就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 那个联总会刚才我们讨论的 SEP 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 这样是2%了 然后金融市场对于这个经济数据 是非常敏感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当这些风吹草重发生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会讨论这个升息 然后升息可能会造成经济磁缓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比较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风险 意识提高的情况之下 那有可能对于目前偏高的股市来讲 是处于一个比较逼的一个效果 毕竟美国的主要的股价指数 比创价格新高 那像可能台湾很多投资人都津津乐道 在投资的这个挥达 NVIDIA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这个一下子已经变成市值 成绩一度冲破3兆美元 那已经位居全美国的第三大市值的公司了 跟这个苹果电脑其实它的市值已经是不相上下 当然AI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也不能否认 因为现在目前挥达NVIDIA 它确实是有一个独占全球的一个市场的立即在 可是很多投资专家也在警告说 涨那么快 会不会是一个资产泡沫化的一个情况 当本身如果说见仁见智 如果说从一个单纯的财务学理来讲 确实它很多东西我们也是不是看得很懂 但是从AI整个人中智能 人中智慧这个地方的发展来讲 它的路还很长 那当然它也还是有一定的发展性在这当中 所以大概可能的要小心的就是停滞行通货膨胀 还有是不是有资产泡沫的情况发生 今天非常谢谢教授 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资讯和这么深度的解析 那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今天非常谢谢教授 谢谢小林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 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